老师这次联发科在高通前面 强先发布天机9000 那究竟有没有可能可以较劲成功呢 当然有机会喔 这次联发科就是特别强在高通前面发布 让你当高通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今天的节目都会介绍给您完整的后续攻略喔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芳芸 让我们欢迎高顺恩分析师大亨老师好 芳芸芸好 我是高顺恩分析师大亨 老师现在联发科10月9号就要来谢天机了 那大吞普啊有没有机会来较劲高通呢 当然有机会咯 这次联发科特别抢在高通前面发布他的新处理器 就是为了让高通有点措手不及的感觉 去让高通较劲喔 那我们先来看看一张比较表 其实今年发布了相当多的处理器 甚至今年之后都有新的处理器要陆续发布喔 那我们先看看今年打头证是什么 是苹果嘛 他们是发布了A18跟A18 Pro的处理器 用在这次的iPhone 16最新的系列喔 那这次A18跟A18 Pro的处理器 虽然他们核心架构CPU只有两大核两小核架构 但其实你要知道苹果的晶片设计很厉害喔 他们光用这样子的核心数 就逐一打败之前的安卓高通跟联发科 他们其实打败很多次 甚至这次的A18和A18 Pro的处理器 其实效能也是很强的喔 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苹果 它的核心数这么少 那其实最主要这次大家讨论在于GPU啦 GPU的部分其实苹果的GPU设计 其实一直都是被安卓追赶的很凶的喔 这次联发科跟高通甚至有说 我们这次赢过苹果很多的喔 有赢过苹果的喔 他们GPU上 所以他们这次主要的目标是 客群是哪里 就是电竞手机 他们要打造一个就是全新的电竞手机 让他们的效能 GPU效能可以跑满 可以玩一些 甚至很大做游戏 原本可能在电脑上才可以玩到 手机就可以玩了 游戏就可能移到那个 从电脑上移到手机上这样子 那就是联发科特别选在10月9号 就是因为高通他宣布说 他要在10月下旬在夏威夷发布嘛 那10月下旬10月9号就是 诶强在他前面 那三星的话 其实他们也有新的处理器要发布喔 他们是在2025年会发布 那他主要是为了配合 三星的S25 最新的手机去做发布的处理器 那三星他可能就自成一块这样 大家就可能就稍微 不用特别去关注 但是三星他其实用他的处理器 只有在三星国内韩国国内用嘛 那其实他在对外就是海外的部分 其实三星用的还是高通的处理器喔 因为高通处理器其实有相当的优势 他其实针对自己的手机 他们也有做优化 所以三星也是会在海外使用高通处理器喔 那可是联发科的部分 其实三星并没有做采用 其实联发科的处理器 大部分都是像是小米啊 Vivo啊 OPPO这些比较中国厂牌的处理器 去做实用的喔 那我等一下会特别跟大家讲到 为什么会这样喔 那我们先来看看他们的核心架构 有没有看到 这次A18 Pro 虽然我说的是两大两小嘛 可是其实你看他的P-Core跟E-Core E-Core就是小核 那小核是四颗 这刚刚两大两小是指说 大核里面两大两小 那这个是大小 就是它有不同的你知道吗 就是大核里面有架构不同的东西 那其实这个架构是之前上一代的部分 那这次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8Gen3是这个架构 8Gen4有没有做过更新 或是天机9300 这个架构天机9400有没有去做更新 如果有做更新的话 其实有机会效能在往上冲 有可能在接近苹果A1800晶片喔 那这次我们特别给大家一个叫做能效指线 其实这就是你的每一个耗电度 大概可以提供多少的效能 叫做能效指线 就是你这个耗电 可能耗一瓦电可以提供多少效能 那我们是不是希望说 因为现在可能绿能吗 或是一些可能AI吃电很凶吗 那大家是不是希望说 一瓦的耗电可以提供更多的效能才是最好 那其实越往左上角是最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其实天机的那个晶片 有没有看到 它其实已经赢过8Gen3了 有没有9Gen3加已经赢过8Gen3 有没有在高效能的部分 就右上角高效能的部分 可是在低效能的部分 其实大家还是会有点 觉得它没有那么好 甚至它连苹果高通都输很多 那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厂商才会采用 可是大部分厂商不采用的原因 因为很多的手机嘛 他们在平常使用你不会去跑那种大型游戏嘛 我们平常使用的时候滑滑手机看一面就差不多了 那你说在低效能的时候 它耗能这么高 大家会去采用它吗 就是不太会去采用那当然相对于来说 它的晶片比较便宜 大家可能会觉得 它晶片便宜 我可能用在中低阶手机就好了 对所以大家才会觉得说 哦天机9Gen4 是不是真的能赢过高通 可能还是要做后续的观察 那我们这次 这张表特别提供给大家 就是让大家去做参考 让大家之后可能 而且去做一些完整的比较 那最后提醒大家 联发客的优势在中低度的使用表现强高 因为中低度的使用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 我觉得并没有那么多耗能的东西的时候 它的能效比虽然是那样的曲线 可是它耗能可能 我只要常常说你有电池加大就好啦 我只要大萤幕的时候 我就用那个电池容量很大的时候 它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第二个是要说GPU的设计 GPU设计其实它这次赢过高通的苹果很多 赢过苹果甚至更多 甚至有持平的迹象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GPU的发布 有没有一些比较评测的部分可以去看一下 那第三个你要看看中国手机厂牌使用的状况 像之前天机93家发布的时候 其实第一个使用的是什么 是谁 是小米 小米先使用93家的 那这是94 有没有机会让小米先做使用 去做一个评测 去做一个优化 都可以去做后续的改善 最后一个最重要 就是这一次发热的问题 其实这次发热问题不是天机 也不是高通的问题 其实是架构的问题 其实是Cortex的问题 之前Cortex的X3跟X4的架构 其实发热问题很严重 所以要观看这次Cortex X5的架构 有没有办法改善发热问题 因为这是使用台积电第二代的三奈米 其实状况有改进很多 那大家可以观看 发热问题如果有得到改善的话 其实使用率能够拉高 也可以带动连8颗卡手机晶片 需求往上拉 那这些表格我都会放在哪里呢 放在老师的Line App跟Telegram 如果大家有想要知道更多的详细资讯的话 就一定要订阅大亨老师的YouTube频道 跟Line App 那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哈啰 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同学同学 你现在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桌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欸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 拜拜